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根據澳門電台消息,有一名十二歲女童 在精品店購物時,懷疑被一名六十多歲店主 從後抱著和摸胸部,事發數後 女童將這件事告訴班主由校方報警 司徑去這間涉事的精品店調查 同時帶走店主,懷疑她觸犯對兒童之性侵罪 有人公稱當時一時衝動犯案 案情顯示,女童在上星期18日帶弟弟去北區某間商場的精品店購物 期間懷疑突然被店主抱著,這對姐弟受驚,馬上逃離店舖 上星期三,校方知道後,馬上透過學校安全聯絡網 聯絡機制通報施警關注少年組 經過調查後,攝氏店主已送去檢察院處理 新聞很短,但我看到當時真是頗生氣 為何可以說到自己一時衝動便可以犯案呢? 今次受害者還要只有12歲,谷上腦又叫雞 而且今次事主還要跟弟弟一起去店鋪 好像一種精品店,平時一定有很多學生在那裡購物 今次政府方面真的要嚴懲店主,若非下次他又一時衝動又多一個受害者 還有大家都知道,不是每個受害者都會說出來的,但做的傷害是跟人一世的 你說一時衝動,人家就因為你的衝動而整輩的陰影,這樣做不公平的 還有今次人家是跟弟弟一起去,你都可以動到手,明目張膽到這樣 即是人家如果自己一個人,豈不是更加危險? 我相信在現在這個社會一定有很多這類罪案,我好希望政府真是可以好好的寵判這類人,不要被他消毒化他 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,大家有什麼想說,下面留個言,我們下集見,拜拜!